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ZACKLIN的 民調查局 如果你的網路使用率很高啊 那你最近已經對某位手拿冰淇淋的大叔感到不陌生 而他的名字呢 就是 早上好幾乎 現在我有冰淇淋 我很喜歡冰淇淋 但是ZACKLIN的主題比冰淇淋 除了ZACKLIN我最喜歡 好了 這邊講的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國大叔呢 就是John Cena AKA趙喜娜 他原本是一位正經水餃界的傳奇巨星 也是一位快嘴說唱歌手 還是一位好萊塢的電影演員 曾經出演過多部作品 同時呢 他也是多個名的元陶 沒錯 各位 今天我們要聊的故事呢 就是 其實各位如果是像老查我一樣的七八年級生啊 應該都對John Cena這位摔角選手感到不陌生 想當年老查我國中的時候啊 班上的男生啊 我們每天下課在聊的啊 都是世界娛樂摔角 WWE 每天下課的時候都跟同學在那邊練習摔角招式 什麼十字固定法啊 金碧鉤 AKAO 金肉旋風等等 當年的國中生呢沒有吃不清手機 所以我們下課都在玩這些 所以老查其實我很早呢就有看過John Cena的摔角表演 他的招牌手勢 You can see me 至今都還記憶猶新 但在那個時候的老查我呢 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從他的口中聽到 真的 這個冰淇淋名呢 在今年啊可以說是幫冰淇淋業者創造不少的效益 看著一個外國的標形大漢 手上拿著一支冰淇淋 講著一口看似流域但其實無法求乖的中文 宣完中文甚至還不忘來一段 這個影片已經釋出啊不只在華語圈 在全世界都掀起了不小的討論 因爲以往啊John Cena雖然已經有釋出過一些參雜的中文的影片 你好我是John Cena 他是我的朋友 Jimmy Fallon 看出來他不然經常有在學中文 但這支影片呢因為中間那段結巴 加上後面的音樂事件 實在是太有喜感了 很快就造成了瘋傳 很多人呢都在爭相模仿這個冰淇淋 很快的就變成了一個民音傳開了 更被後製成了許多版本 像是一首歌 或是被放進一些有點母湯的動畫裡面 甚至還被外國網友意外的發現這個 冰淇淋的語音檔 超多的被放進了Steam上的一款射擊遊戲 Ready or not的遊戲目錄當中 這原本才是遊戲製作商他們想要放的一個小小民音彩蛋 除不知這個消息傳到牆內 中國之後 引發了一系列的爭議 歐美網友說John Cena這個冰淇淋的影片呢 可以增加他的社會信用分數 所以中國的網友們認為這是一個帶有歧視的民音 因此遊戲商夾雜冰淇淋的這個行為 又觸碰到了部分人生的敏感神經 許多中國網友紛紛到Ready or not的遊戲評論區 留下了大量的負評 還因此鬧上新聞掀起了美中兩派網友的論戰 但國外確實有很多諷刺John Cena的名 而我們的趙喜呢 之所以會釋出這一段中文說評呢 最主要就是為了宣傳他參與主演的電影 《玩命關頭9》 中國用名《速度與激情9》 沒錯 就是那部整部啊 都在用Family發電的電影 《玩命關頭》這個系列啊 在近年來的系列電影當中 時常引領著流行文化以及潮流 電影當中有著帥到不惜的跑車 辣到不惜的美女 還有撞到不惜的大隻佬 可謂是真正的速度與激情 在全世界還都有著非常眾多的影迷 每一集都很賣座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系列啊 可以一路拍到第九集 其中《玩命關頭》的說 海外市場當中啊 票房最高的就是中國 從最新的資料來看 《玩命關頭9》的中國票房啊 就有1.36億美元 這也難怪John Cena會拿出他的招牌中文呢 來為《玩命關頭9》做宣傳 除了這個冰淇淋視頻之外 他還另外錄製了好幾個視頻 一樣全部都是在宣傳 但是如果你問我John Cena 他是不是真的很喜歡冰淇淋 答案是肯定的 除了在許多場啊 都可以看過他手拿冰淇淋之外呢 他甚至還推出過自己的冰淇淋 所以呢 由此可以證明 他是真的很喜歡冰淇淋 沒有說謊 我很喜歡冰淇淋 但是其實啊 這不是John Cena他第一次被冰淇淋化哦 只要在他還沒開始說中文之前呢 他就已經創造出了多次的冰淇淋現象 首先呢 就是那個大家都很熟悉的 3不5時就會突然報應的 John Cena專屬BGM The time is now 如果大家以前有稍微關注過摔角 或是你純粹網路用的比別人還多 那應該對這首歌都不會感到陌生才對 但當時的冰淇玩法啊 多是把一些人自我介紹啊 或是要說那些人名的時候 很突然的接上 這樣能不妨給了一個 John Cena 就是這個名的特色 算是還蠻常見的一種釣魚 而台灣這邊開始流行這首歌呢 最早最早啊 是從一部 自2014年3月11號上傳的 John Cena二作劇電話開始 這邊老潮簡單提要一下 其實會有這通惡作劇電話呢 是因為美國一位先生不滿妻子 不准她買WWE的節目來看 因此要請當地的早晨廣播節目 來惡整一下自己的老婆 希望我一個人夫老茶 我得說 這真的很勇耶 WOW MAN 你很有喔 好 於是啦就出現了 以下這個錄音檔 Hello I have just one question for you Are you ready? Am I ready for what? Who's this? Are you ready for this Sunday night When WWE Chief John Cena Defense his title In the WWE Suuuper Slam Right now you can earn this awesome pay-per-view event for just 59.99 I'm sorry No there is not any chance in hell that we're ever gonna have wrestling in this house again but thank you but no Have a good day 節目主持人無所不用奇蹟的打電話給他老婆 推銷這個 Suuuper Slam 而且變化非常非常多 直到第五通電話呢 他老婆已經快瘋了 但是節目製作主仍然不放過他 I swear to Jesus If this is those wrestling f**ks again OK Good morning Uh hi I'm just calling this morning to ask if you're a suppor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Oh my god I apologize We've been getting calls all morning I apologize And yes Yes I am Great Are you a supporter of the Marine Corps? Yes Absolutely Good Great Because a former decorated member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needs your support And his name is John Cena We're gonna get in the ring and put boots to asses You know Are you kidding me right now? 這個影片在當年非常非常的紅 應該蠻多人看過的 中文翻譯版本的點閱率至今也已經累積到759萬 而他個人第二次被迷迷化 則是這個 但是這個迷迷的起源跟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原因就是因為前一次的迷迷實在是太紅了 因此來有節目製作組特別設立一個企劃 邀請多位John Cena的粉絲來拍攝一個假廣告 要粉絲們在John Cena這個大布幕面前介紹John Cena 並且模仿出那個迷迷介紹詞 Ladies and gentlemen John Cena John Cena Woo John Cena 但是後來不知道的是呢 真正的John Cena就躲在這個布幕後面 許多的粉絲在主持人的引導之下 都很投入這個企劃 分分地把自己對John Cena的愛表露無遺 所以讓在後台看著這一切發生的John Cena 非常非常期待接下來要登場的一瞬間 WWE is amazing Anything that I could do to meetJohn Cena I would risk a limb to meetJohn Cena IfJohn Cena was here right in front of you What would you do? I would be yelling John Cena!John C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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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from Cricket Wireless It'sJohn Cena! John Cena! Now I give you John Cena!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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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在主持人問到其中一個小女孩時說 如果要用動物來譬喻的話 你覺得John Cena會是一隻什麼樣的動物 而小女孩回答 他一定是一隻貓 因為他有眼睛的貓 他真的是有眼睛的貓 你確定有那個嗎? 沒錯就是這個 你確定有那個嗎? 在影片出現沒多久網路上就出現了綠幕版本 什麼都可以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Guess what? Your girl still want me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由此可見John Cena根本就是百年難得一見的迷因素材 從他被變成迷因 然後為了這個迷因去進行一個活動企劃 結果又意外創造出了另一個迷因 台灣網友因此稱John Cena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創造出了三次全球性迷因化的男人 而且這個紀錄還在持續更新當中 其實從剛剛那些影片當中 不難看得出來John Cena的粉絲們有多愛他 以及他有多愛他的粉絲 在John Cena的工作之餘呢 幫粉絲圓貌以及做工藝 就是他最常做的事情 每個人都笑著 他的存在確實給了許多人勇氣以及希望 也許許多不常看摔角的人 會認為美國的摔角招式都是套好人 劇本則已經寫好誰輸誰贏了很假 因此他對摔角手都有一種誤解 然而這是事實也並非事實 腦潮認為這種摔角看似簡單暴力的運動 其實是非常不簡單的 因為摔角並不是比誰先把對方打到流血 要把對方直接KO到昏倒的拳擊或自由搏擊 而是一場通過自己花時間去訓練出來的絕招 招牌技去施與對方 同時要用自己辛苦練出來的體魄 去接下對手每個招式的演出 而這中間的摔啊 拋啊 都是真的 要在這個力量與力量之間的碰撞 拿捏出一場精彩的對戰 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John Cena他在這種環境跟條件之下 還是拿下16次的世界摔角冠軍 而你要說他有什麼特殊的背景嗎? 其實也沒有 在John Cena1999年第一次來到洛杉磯發展的時候呢 曾經還因為沒有錢 只能住在自己的車上好幾個月 但他仍然堅持了下來 雖然不能說他是WWE最強的格鬥家 但作為一個摔角手 他所蘇立著象徵著正義忠誠 從不放棄的形象 一直以來都給了粉絲很大的支持以及鼓勵 他也是整個摔角件當中 最常做公益的一位摔角手 就對美國喜悅協會的統計 John Cena一直都是幫忙病童 完成心願的最高紀錄保持人 在2016年的紀錄 他就去醫院探訪過病童超過460次 他總是不濟情想用行動去給予粉絲最大的支持 無論是為摔角界還是社會的貢獻 都是肉眼可見 於是在 等兩年後 同一個製作單位邀請了John Cena 來閱讀一些粉絲寄來的信件 這些信件來自美國各地 有的人正身處人生困境 有的人正遭受疾病之苦 但他們都因為John Cena的鼓勵 以及那句 永不放棄一直努力奮戰到了這一天 我媽媽是癌症的病毒 然後我問她她的結果 我問她 我問她 她說她的結果 她說她是 positive 我哭了 我被驚訝 我被驚訝 John Cena的訊息幫助我的家 因為我給了他的腿盤 他給了我 and when my mom was having her six-hour surgery I gave her the lifespan that I told her to never give up and she's now cancer-free it's pretty cool at a young age he has such great perspective it's really cool to see man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stop stop my sound it over here coolest surprise ever 一樣的製作組 一樣的場景 但這次不一樣的是 不再是John Cena給粉絲驚喜 而是粉絲們給他驚喜 是粉絲 sum 你不是男人者穿了 DoyIII 他為了你的訊息 你的心當做晃晃玲 不好是你 你不能給擠寒 你才知道我從那學來 vap 我不自己弄到過程的過程 悠 interest 我 deprived了一歪 有線正的過程 你要將我 Berasa 我偷偷這個 grue 啊 科霉 приход來的要付 Pan絲 搭大 最會演戲的影帝 但他確實是一個英雄 他很珍惜他的粉絲 很愛他的粉絲 因此當他因為在宣傳文明關頭酒時 引發了一系列爭議 還需要為此道歉 一直說自己犯了一個錯誤的時候 老實說老長老並不會想特別說他什麼 我反而覺得有點無奈 因為這個社會上矛盾以及政治的因素 居然會讓一位英雄低頭道歉 其實在很久以前 John Cena因為不滿巨石強森 丟下摔九手的身份進軍好萊塢 有好一段時間 Cina都公開抨擊巨石強森 認為他忘了自己摔角手的身份 而等到有一次John Cena接了電影《大黃蜂》後 他才認知到了自己的無知 他向巨石強森道歉說 對不起我錯了 要兼顧摔角以及演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拍攝電影的時候 演員是不允許去做任何其他事情的 因為你一旦違反了規定 像是拍攝期間假如鼻子被打傷之類的 就會導致整部電影的劇組無法繼續拍攝 而一部電影時常有著數百名甚至數千名的員工 需要這份工作來賺錢養家 然後稍稍看到John Cena他道歉的時候 就聯想到他曾經對巨石強森講過的這段話 有時人的位置不同 肩膀上要扛的東西也不一樣重 所以當我看到這些時 我只想對他說聲 辛苦了John Cena 不管怎麼說他還是創造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傳奇 以及名音 他也存在了很大程度的豐富了許多人的人生 他娛樂了WWE的粉絲 娛樂了好萊塢的觀眾 更娛樂了愛看名音的我們 此等人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得 而這位傳奇的摔角名音電影巨星 未來還會不會創造出更多名音呢 老巢我個人是覺得會啦 哪是不會的 他可是 那各位以上就是這次影片 然後老巢我最後還是要小小宣傳一下 還沒加入我們FBI調查局會員的 趕快點選你右下角的這個加入按鈕 一個月只要75塊 就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又油又迷的調查局 參加老巢我們舉辦的各種線下活動 一起來玩 不加入的話你以後上手都沒有衛生紙 好啦還沒有按讚訂閱加分享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我也話不多說我要去吃冰淇淋了 大家掰掰 冰淇淋 冰淇淋 冰淇淋